裂缝开启的那一刹那,加罗罗困惑地抬起头,然后被仿佛来自地狱的大灯照亮了眼瞳。 轰鸣呼啸,就好像经过漫长的酝酿之后,子弹终于从枪塘之中飞出。 就在众目睽睽之下,一辆列车自敞开的缝隙中急驰而来,就好像飞越深渊那样的,从天而降。 带着七节车厢和急迟数十公里所带来的庞大惯性以及重达315吨的恐怖质量,致命的子弹正面命中了愤怒的巨鸟,轰鸣声爆发。 宝珠破碎,就好像被铁锤正面砸中,就在加罗罗的头顶,那一颗庄严神圣的庞大宝珠骤然裂开凄厉的缝隙。 那一瞬间,巨鸟下一时地偏了一下头,旋即,修长的脖梗,庞大的躯翘和千疮百孔的翅膀便崩裂出流利色的血浆。 铁车如离一般,在刚刚出生的圣瘦躯翘上扯开了一道庞大的窗口,在这纯粹的质量碰撞中降重量,惯性乃至野蛮的物理学暴灭地施加在了它的身上。 随着尾部悬挂的竖节车厢在剧烈的震荡中飞出,而最前方的车头,已经宛如铁柱一般地灌入了加罗罗的胸膛之中。 血如瀑布,喷涌而出,自空中自行燃起,就好像一道灼热的熔岩洪流那样,向着四周泼洒。 加罗罗震怒嘶吼,向着面前骤然张开的虚空裂缝抬起怨毒的眼眸,却看到轨道尽头的黑暗中助力的少女。 她看着爱情,爱情也看着她。 纵然被那视线中所裹挟的高温所折磨,神情依旧冷漠,只是缓缓地抬起了手中的握柄,拇指利落地撬开了盖子,然后向着那个红色的按钮按落。 再见! 爱情漠然地抬起手指,向着加罗罗挥手道别。 那一瞬间,隧道仿佛被在骤然扭曲的空间被拉长了数十倍,无数流光变化。 虚空中展开的裂隙骤然合拢,少女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加罗罗胸前所亮起的光芒。 自那一劫灌入她胸前的残缺车厢之中,上百公斤的炼金炸药骤然亮起了来自地狱的死亡毒火。 那些由学者的配方所铸就,以以各种金属所配置而成的炸药原本就是针对边境开拓和地狱探索所打造出的杀戮武器。 此刻,自加罗罗的肺腑之中骤然爆发。 无穷尽的火光和高热子其中扩散,掀起了千百倍的气浪和余波。 转瞬间,原本庄严肃木的巨鸟迅速地膨胀起来,被肺腑中所迸发的恐怖力量所撕裂。 瞪大的眼瞳和口鼻之中喷出了炽热的火焰,将整个头顶的天花板都烧成了炽红。 可怕的余波向着四周席卷,不知道有多少祭坛在动荡之中落入了深渊,砸在酒缝未曾冷去的湿海上。 来着大秘遗,查拉图斯克拉的压制此刻凭借着纯粹的物理公式传达到了加罗罗的身上, 足以将整个体育场都送上天的恐怖力量自内而外的爆发,几乎将它炸成了粉碎。 当火光消散的时候,加罗罗的残区显露在众人的眼前,几乎可以说惨不忍睹。 一只羽翼已经彻底蒸发在了火焰之中,另一只也被焚烧成了残缺的焦炭,下半身彻底消失不见,随着黑血之壶一同被焚尽了。 而胸前的惨烈大洞中完全看不到任何内脏,只能够分辨出那一节一节宛如参天巨木的漆黑骨架。 琉璃色的血液如暴雨一般从天而降,所过之处,一切都燃起了光明镜焰。 效果如何?耳机之中响起爱情的声音。 柳东黎愉快地吹了一声口哨,放下了枪上的瞄准镜,重窗。 很好,爱情的声音平静,如此怀疑颜色的话,不论是谁都不能说,西海的天文会分布毫无作为了吧。 不过,柳东黎小心翼翼地露出头,瞭望着深渊中惨叫的加罗罗,他好像要跑了呀。 那就让他跑啊。 爱情吃笑,如果他能跑得掉的话。 通讯挂断了。 就在那一瞬间,在这一处残缺的境界中,被烧成赤红的顶穷上,骤然被黑暗覆盖了。 说是黑暗应该不恰当,准确地说,仿佛那是仿佛宇宙一般的穷光。 宛如夜幕,如画卷一般骤然自空中展开,然后在宇宙永恒的原岸中显露出了一点点星辰的光芒。 首先是金木水火土,五星俱备,紧接着一道天河横跨,南斗北斗浮现,星野轮转。 自东南西北的分野之中,青龙朱雀,白虎玄武二十八秀亮起了辉煌而冷立的光。 就在星辰映照之下,一点炽热的星辉自夜幕的正中亮起,迅速地放大。 恰如宛如星辰坠落那样,烈光从虚无的星途之中降临,恰如燃烧的陨石砸在半空中无形的大地之上,于是迸发轰鸣,惨白地气浪翻卷。 自兴艳的拱位之下,身披黑色的鹤肠的威严老者出现在虚空之中。 斑驳的长发在脑后晚成了倒簪,双目修长,一双细眼仿佛带着天生的霸气和阴厉,眼神闭靡万物。 只要他手里别端着那一桶泡面,然后再把脚下蹬着的那一双人字脱给换了。 而且那一对拖鞋还明显不是一套,左边的黄色拖鞋上是个海绵宝宝,右边粉红色拖鞋上却印着一个白色的Hello pity。 在他出现的那一瞬间,不论是柳东黎还是李建虎破裔或是其他的升华者,都齐刷刷地松了一口气。 这把吻了。柳东黎擦了一把额头上的冷汗,尝出了一口气。 冬夏社会保障局局长,内阁文员大臣,冬夏谱系中真正手握大权的主事者。 天命玄鸟。 小的们辛苦了,早点干完,火回家吃饭吧。 老者回头瞥了一眼下属们,又看了一眼手里的泡面,忍不住叹息,老加班吃泡面,胃糟不住啊。 说着,低头把碗里最厚的面条吸溜到了嘴里,然后有意犹未尽地端起碗把汤喝完了之后,才擦了擦嘴,看向了脚下惊恐深渊中的加楼罗。 想法不错,是个可堪造就的。 玄鸟淡淡地点平道,可惜了。 说着,他抬起了手中的塑料叉子,摇摇向着加楼罗戳来。 明明都是五街,可加楼罗的神情却好像见了鬼一样,惊恐地尖叫嘶吼了起来,残缺的左翼奋力地扑打了起来。 一瞬间,无数地残影自他所在的地方升起,飞向四面八方,转瞬间就将小小的西海市抛在了身后,一跃千万里,开阔天空。 加楼罗如果想跑的话,就没有人能拦得住。 反正神话原点里是这么说的,可惜,当初写设定的那帮孙子,现在吃书了。 纵然分身万千,可在老者默然地俯视之下,无数地分身却好像是泡影一般,飞速地消散着。 纵然逃出千万里,可在那一把渐渐逼近的塑料叉子下,不论他如何奋力扇动翅膀都无法拉长一寸的距离。 到最后,他淒厉奸笑,自带海至上猛然丝鸣,撞碎了一片空间,试图逃出陷阱。 可当他自空间乱流的蹂躏中惨烈逃出的时候,却绝望地发现自己竟然回到了原地,一动不动。 只有那一把塑料叉子轻松平常地向着他的眼珠子插过来。 最后的那一瞬间,加罗罗的眼中闪过一丝绝绝,光明镜火自驱翘之中升起,转瞬间将他吞没。 残破的境界陡然一震,将他吞没了。 境界签约 这就是制伏乐土和境界的契约。 91年前,诸界浩劫之中,牧场主迎娶境界的主宰辅梦女王。 两位非人的存在双方在迷离境交合16年,诞下了一名存世余孽之后,缔结下永世契约。 自此之后,所有的归境之民都被牧场主赐予了境界的力量。 此刻的加罗罗已经深入了境界迷宫的最深层,将自己藏在无数段层的最深处。 虚实转换,留在原地的只剩下一个倒影。 下一瞬,幻影破碎。 境界深处的加罗罗也被随之弹出,头颅上已经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空洞,俨然命不久矣。 可这短暂的空隙,已经为他争取到了足够的时间。 那一刻,他抬起头,纵声嘶鸣,召唤牧场主的力量降临。 他要叫人了。 于是,弹指间,自他身后,至福乐土的大门轰然动开,威严的气息将整个地下鸣固。 无数烈石天使飞扑而出,宛如洪流那样,血色如红。 自那群残缺的烈石天使身上迸射而出,甚至没有等到玄鸟动手,他们在从门中喷出之前,就已经被斩成了碎块。 就在那一阵腥风血雨之中,门后的动荡世界里,骤然传来一声轰鸣,紧接着一个纤细的影子狼狈地挣扎着,尖叫着倒飞了出来。 救命啊! 那个纤细的身影在空中手忙脚乱地翻滚着,快让开快让开。 那个影子在加罗罗呆滞的眼瞳之中迅速放大,到最后,砸在了他残缺的面孔之上。 自混乱中,那个人下意识地伸手胡乱一滑,加罗罗的脑袋就从脖子上掉了下来,自瞬间闪现的争鸣寒光中粉身碎骨。 当场毕命,直到临死之前都想不明白,自己呼叫来的为什么不是圣神的救援,反而是一个催命的煞心。 就在混乱的碰撞中,那个从天而降的人影轰然砸在了祭坛上,掀起了一片尘埃,剧烈地呛壳。 一片狼藉里,少女狼狈地爬起来,看着四周,神情茫然。 这是哪儿? 他愕然地环顾着周围那些熟悉的面孔。 我在哪里? 我又跑到哪儿了? 预计明天这一卷就可以结束了,嗯,请大家投我月票,谢谢。